大家好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玩 薩爾達傳說 曠野之習中文版 我是魏惟 昨天我們 訂了這個 年輕的媽媽的要求 去找到她的小朋友 叫做齊爾 那齊爾給我們開啟了 另外一個挑戰 就是什麼兄弟演的 什麼歌唱挑戰嗎 還是什麼的 哇 我看一下 這個 利特的兄弟演 這個挑戰 然後他是說什麼呢 就是要 找到 所有他的這個姊妹 這樣子 村子某處的這些姊妹 全部都找過來吧 好 那我們就來找這些姊妹 第一個 可以找的就是在 上面 這樣我就爬上去 去找她的其中的一個姊妹 大概在這個上面而已 這樣就聽到唱歌的聲音 這就是她的其中一個姊妹 我們就跟她講話一下 叫她去唱歌 叫她去兄弟演唱歌 叫她去兄弟演唱歌 提到這個乾煎鮭魚 我用這個塔班達小麥 我用這個塔班達小麥 做乾煎鮭魚 這樣我們就找到了這個 這個小朋友 然後他給我們一個塔班達小麥 接下來我們再去尋找其他的姊妹 這邊 這邊看起來沒有什麼小朋友 然後還有其他的姊妹 在下面 這邊這個等一下會出現一個想要吃乾煎鮭魚的 小小鳥 那我們等一下再去找 最後才找他 接下來來去找 這邊沒有小朋友 這邊呢 這邊呢 這邊有一個小朋友 來去找他 山羊奶油啊 他也是其中的一個姊妹 然後呢 要用山羊奶油 才能做乾煎鮭魚啊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老大 然後現在剩下來一個是 在村子的入口小池塘 然後就叫他生命鮭魚 好 這樣 所以我們 找到了第二 二個姊妹 然後他給我們一個食材 來就是羊油 那還有一個姊妹在下面 在抓魚 大家這邊有個池塘 就看到有個小鳥 有個姊妹在抓魚 跟他講話 生命鮭魚 所以要生命鮭魚 才可以做乾煎鮭魚 所以我們找到了三個姊妹 然後給我們三種食材 一個是小麥 一個是羊油 然後一個是鮭魚 用這三個可以做 一個叫做乾煎鮭魚 給另外最後一個小鳥 小鳥 小 姊妹吃 這樣我們就回去找最後一個姊妹 也就是第四個姊妹 要吃乾煎鮭魚的姊妹 這樣 進去村子的時候 最後啊 因為我自己有四個考驗通過症 所以我來再加強我的毅力 所以我的 我的企劃都是先有13顆星 有13顆星以後 加滿13顆星以後 就可以拔Master Sword 拔了Master Sword以後 我就一直加精力 都加了三圈以後 精力就不能再加了 所以我現在打算把精力加滿以後 然後那時候呢 我們再 加生命鮭 這樣我打算的流程是這樣 所以接下來 我拿到這些食材以後 我就來去煮 煮乾煎鮭魚 我在廚房這邊 這裡不是廚房 也不是 這邊 這邊是廚房 就有最後一個姊妹在這邊 好 所以 我們有這些食材啊 一個是 什麼魚啊 一個是 這個啦 生命鮭魚 然後一個是 羊油 然後一個是 小麥 這三個是 三個姊妹給我們的 我們就用這三個來煮 乾青鮭魚 我跟他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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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哦 好 這樣 我們就找到了食材作為乾煎鮭魚 并且跟所有的姐妹讲话 讲到他们都去练习唱歌了 那我现在就可以过去 这个兄弟岩这边 去解神庙 那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这个关卡 这兄弟岩的这个挑战 一定要你解完这个大鸟神兽之后 解完这边的神兽之后 才会有这个神庙挑战出来 因为如果大鸟神兽没有解决的话 这些小鸟都不敢飞过这个领域这边 不敢离开家门 因为会被那个神兽攻击 所以你要解开这个 解开这个挑战的话 一定要先解开大鸟神兽 然后才有这边剩下的这些可以解 什么Find Kill 找到基尔或者是 我们现在要解的这个兄弟岩 这个神庙挑战 都是要等到 你过完这个大鸟神兽才可以 你看大鸟神兽现在就比较安静了 那现在小鸟就会飞到这边来唱歌 好那你到这个地方 你会看到后面有一些石石雕 你可能是不小心走到这个地方的 你根本不知道这边是什么意思 这边在干嘛 那也许你就收到这个短片了 我来告诉你哦 这个石雕有1 然后有2 然后有3 然后有4 然后最后这边是5 好这样子 有5个石雕 分别手指有5根手指 然后到这边来的时候呢 这些小鸟就会唱歌 然后唱歌有一定的顺序哦 我先把它打断 所以他们就要开始唱歌 就有顺序 好一开始是4 然后再来是5 然后再来是3 然后再来是2 然后最后是 然后再来是1 然后再来是2 这样4 5 3 3 1 2 所以你就要用4 5 3 1 2 这样的顺序 来去 解这个神庙 这样子 那 你要需要有这个扇子哦 才能够解这个神庙 那 我听说跟这个紫色的 这个小朋友讲话 齐儿 他就会给你扇子哦 我试试看 有 有 哦 哦 兄弟也 哦 他们是少女歌声 哼 好 所以我们拿到这个扇子哦 跟这个最小的 小朋友讲话 他要给你扇子 那我们就照这个45312 这个 顺序哦 然后来扇这个风 比方说第一个是4 所以我就扇这边 拿出我的扇子 这边 4 4 然后再来是5 是这个 然后接下来是3 所以是这个 然后接下来是1 在这边 1 1 然后最后是2 是这边 这样 你经过45312这样的顺序哦 用扇子去吹 这些洞 兄弟眼的话 就会跑出一个神庙 这边是1 3 2 3 3 3 4 5 5 6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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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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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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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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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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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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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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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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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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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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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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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如果看我很順的解啊 其實我是 呃 剪接過的 這樣子 我等一下 如果真的沒有剪接一次就過的話 我會告訴大家我是一次過的 如果我沒有講的話就代表我有剪接過 這 有點難啊 然後我又不是打得很好 一開始你會有一個很長的這個路 然後到這邊 好到這邊以後 這個門就關起來哦 關起來沒關係 你等一下打這個以後 它就會 你就會掉下去 呃 一個 都是火焰的地方哦 這樣子 我來秀給大家看 我們要準備 山開的這個 滑翔翼 然後就飛到這邊來 這樣 第一個關 第一個 你要知道是這樣 中間是過關的這個關主在這邊 那這個關主哦 它包在一個 房間裡面 那房間需要一個藥匙 然後就是要 這樣飛來飛去拿那個藥匙就對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飛來飛去拿這個藥匙 然後很可能 死掉 這樣我們飛到這邊 然後再繼續飛過來 然後到這邊哦 我沒有意外的 我剛才死過一次 所以我從這邊接了 接關 接了一次 那這邊就是要 飛到這邊 然後有點往下 然後繼續再飛過去 剛才我飛得不夠高 所以死了 這樣 那我們就這樣 拿到這個小藥匙 結果打很爛 這樣 嗯 常常操控不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這樣飛過去 然後有點 往這邊 哦 不要掉下去了 好 然後 這個地方哦 有風 這樣 這樣就可以到 去解 破這關了 不過 那個之前哦 你可以在這邊哦 去拿 這個 拿這個 寶箱哦 那寶箱就是在中間 你也可能 可能 抓不好這個時間的話 你也可能會死掉 所以 呃 我來試試看 哦 沒有死 哈哈 然後 我就 打開這個 呃 呃 寶箱裡面有火焰劍哦 所以 我們就 怎樣呢 我就把我的這個 不是這個 把我的 把我的扇子 丟掉 丟不掉 我直接丟 丟掉好了 丟起 這樣 丟掉 然後拿這個裡面的 這個火焰劍 好 然後我就繼續飛過去 好 首先不要 被這個針刺到了 哦 然後 再 再回去 這樣 好 回去以後 然後再走這邊 再乘這個風過去 這樣 這樣就過了這個關卡 我接了一次的關 算是很難的一關啊 你還要解那個神廟挑戰啊 找不到每個姊妹 然後到這個地方來 有點 有點小難 這樣子 好 解完這個 利特的兄弟眼哦 這麼酷的 設計那麼好的關卡以後 我們就把我們自己 傳送回 利特村 我們還有一些小任務要解 哎 不過我想說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個地方 明天我們再從這個地方 開始繼續玩下去 我們明天見 來吧